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和日军对决,时为何不减日军装备? 二战时期中国军队和日军面对巨大的武器差距,那也是中国的军功业不够完, 上根本无力装备的全军才让我国和日军的装备差距那么明显, 所以在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装备都很差, 所以在一场战役结束之后,国军才会从战场上缴获一批武器, 但实际上有经验的老兵明白战场上,一般很少会有好装备的。 枪式士兵的武器不仅中国军人,在日军对于枪械也很重视, 所以如果不是,大规模的殲灭战和击溃战里很少会遇到好装备, 其次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敌人会把一些装备弹药做成鬼雷看上去好好的, 但只要对方捡起来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老兵告诉你战场上什么情况, 都有可能发生不能为了贪图自己的小便宜而把自己的命搭上。